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过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迷人之处 那就是可以看到王一博的更多面 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中 上一秒西装亮相 下一秒却解锁了医生造型 粉丝全员生病 直言血槽一空 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中的造型 一般是分为两种 要么就很随意 要么就很正式 而且王一博这孩子 自从迷上了滑板 裤子也越来越讲究了 能够把腿变成50厘米 就一定不会穿成硬的既视感 再加上王一博作为天兄弟的一员 要一直顾到嘉宾的感受 在服装造型这方面 一定要凸显嘉宾 所以他就更随意了 不是老爷爷的马甲 就是爸爸的外套 裤子永远是个迷 不过呢 偏偏王一博是个衣服架子 即便衣服很随意很老气 也能够穿出自己的风格 而一旦需要跟着哥哥们 一起出正式的造型的时候 那么粉丝就很难控制住 自己的尖叫声了 这波在最新的天天向上 节目录制中 王一博西装亮相 被相机定格 前锋走在前面 王一博紧跟齐后 虽然风哥的头 比王一博两个还要大 但是王一博的气场却非常强 在看到王一博西装亮相的时候 真的很想点一首歌 乱世巨型 就是在那种人群当中 一点就能够看到他的感觉 虽然王一博穿西装的时候 有很多 但是尤其参加正式活动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西装造型 但即便如此呢 王一博每每穿着 大同小异的西装出现的时候 粉丝还是会瞬间上头 就在粉丝还没有从激动中 品尖下来的时候 又来了一波狠料 那就是王一博在天向上中 又解锁了医生造型 当看到王一博穿着白大褂 在那里的时候 所有的粉丝的血槽都瞬间空了 如果医生都长成这样的话 恐怕排队的队伍又要长了 果不其然 在看到王一博的医生造型之后 粉丝都表示自己病了 需要挂号 让王一省为自己整治 算起来王一博还是第一次 解锁医生造型 在此之前 不管是拍戏演的角色也好 还是摆变风格中的天天向上也好 王一博都没有穿过白大褂 如今突然解锁到医生造型 而且还如此成功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王一省的魅力 怪不得粉丝会全员生病 这谁顶得住啊 同样是看到这一幕 粉丝也纷纷表示 天天向上的这期节目 可以预定高收视率了 即便还没有什么预感 单单凭借着王一博 医生造型的路透 也足够让这一期成为更多人看的内容 果然天妈最懂大家 而王一博就是一个宝藏男孩 粉丝已经被王一博经验了无数次 然而他却总是能够带来更多 更新更不一样的惊喜 这次是医生造型 那么下次又会是什么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